早上的7點13分 出門上班上課之前 先看一下有沒有把雨具給準備好 因為這幾天應該都用得到 而且真的是要有心理準備一下了 因為這波雨勢會一路下到禮拜五 而在今天明天又預估是這一波雨勢 最明顯的兩天時間 我們要先來看到雷達回坡的部分了 可以看到目前在部分地區 其實外頭的雨勢應該不小喔 氣象鼠是已經發出了豪雨特報 包括了在宜蘭地區 可能是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而另外在基隆北海岸 新北山區還有澎湖地區 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最主要當然就是受到了 這一波封面的影響了 而透過了地面天氣圖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其實受到了封面影響 在今天雨勢會比昨天是明顯增加的 天際狀況不穩定 全台各地都容易會有 短暫震雨或是雷雨發生 而其中其實在西半部地區 這降雨範圍是比較廣的 時間也比較長 更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 我們就要帶您來看看 定量降雨的部分了 要告訴大家 其實這種對流性的降雨 雖然不會說持續一下就下一整天 但是短時間之內 雨勢說來就來 雨勢也不小 更會伴隨雷劫或是強震風 所以提醒大家 在今天外出真的要慎防劇烈天氣 而這一道滯流封面 會持續在台灣的附近南北徘徊 而目前預估在明天之前 都有機會帶來局部的較大雨勢 要等到禮拜四 禮拜五 這封面的位置 才會是逐漸往北來推去 而在溫度的部分 就要先來關心一下 目前的室外溫度了 可以看到目前在北台灣 大概是25度左右 而另外在南台灣的部分 則是24、25度之間 而目前花蓮地區來到了25.5度 而在台東的部分來到了27度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的低溫 大概就是24、25度左右 而白天高溫則是28到30度之間 沒有下雨的時候 體感上還是會感受悶悶熱熱的 氣象小丁寧就要來提醒大家了 出門記得喔 真的是要把雨具給帶上 尤其要慎防是短延時強降雨 所帶來的劇烈天氣變化 而這幾天呢 其實天氣狀況 真的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提醒用路人 更要來注意行車用路安全